請陳次長 陳次長,你回去要趕快反應 雖然在風景區裡面 你們的次長在媒體的一個訪問的時候 他所說的那一席話 民眾聽起來好像覺得不可思議 對於行政單位的一個善後處理 危機處理好像當作偶戲 所以這個影響至極 剛才本席在 剛才有提供給你做參考的一個 前例就是在蘇澳港參訪的時候翻船 協森造成死傷的問題 當時的蔣燕市部長還引救辭職 那剛才又有委員提到 黃昆輝在擔任任內的時候 也引救辭職 那這種潛力啊 你不得呢 不謹慎 趕快 跟部長報告 這個視同 非同四小 不能再這樣 沒有動作 要趕快有所動作 所以本席提供給你做參考 是我們會非常慎重 而且嚴肅的處理這個事情 何況呢 交通部主管的一個重大交通 在前幾年 在前幾年 不要高 也一樣 沒有風多大橋 那山呢 做一次 崩下來 那一天是風和入力喔 那 前幾天發生在 東北角的風景區 也一樣 風果浪的問題啊 剛才 你們一再的 補充說明說 沒有辦法預測 那那一天為什麼這些 社區大節的成員要去參觀 也是毫無預警 也是風平浪靜 所以說 交通部主管的重大交通 這些事故的發生啊 很難去掌控 你們更要 精神要振作起來 隨時要有 這個心理準備 對 在危機處理方面 也 不能等閒四肢啊 是 謝謝 特別 再 提供給你 做參考 謝謝 那我們 今天要特別跟你討論 就是有關於 中華郵政 的一些問題 做參考 剛才董事長 提到 你們是 六兆多的一個 資產啊 相當以你為好啊 基本上知道 你們的日 平均餘餘額啊 一百零二年 有四兆八千四百億 一百零三年呢 增加到五兆七千八百億 五兆七百八十億 你們等於呢 年年 有成長 而且這麼盤大的資金呢 卻創造不出呢 相對的利益 我們覺得是相當的可惜啊 尤其呢 在 現在 經濟蕭條啊 政府 正缺乏資金呢 來運作 創造最大的利益 來提升經濟的發展 但是 你們 從 預算書裡面呢 看得到 投資報酬率 的分析呢 你一百零一年以來啊 淨利率 反而直連下降 本期是要給你探討 原因出在哪裡 你們要趕快呢 去探討這個原因 你們一百零一年 有百分之 三點零六的淨利率 一百零二年 下降到三點零四 一百零三年的時候下降到二點六 郵政持金的會對法規定 尤其只能接受存款不能換款 但是 同法的十八條第七款 有例外的規定 就是只要交通部金管會 央行同意就可以從事其他的應用 我記得 前交通部長呢 我們毛部長 長期以來一直在推動 要將郵政持金呢 導致公共建設 而且在今年八月 行政院也曾經召開 跨部會的會議 我要請問一下 跨部會的會議 也就要應用 這龐大的一個郵政持金 來創造呢 我們政府的最大利益 那不知道 這個進度如何 那未來的計畫要如何來推動 而且 這個 範圍是否僅限於交通建設 而且 郵政公司的合力 意其又如何 這幾個問題 我請 次長你 答覆一下 細節的東西 我等一下會請我們 中華郵政的同仁來作答 不過整體 委員會 詢詢的其實是 蠻多的 細目 但是我整個 比較是綜合性的 跟委員做幾點報告 第一點 有關於是說 我們的這個六兆 這個資產的運用 這有幾點 特別一定要跟委員來做報告 第一個 中華郵政 因為它是屬於 郵政專法下面 才有這個儲惠 跟受險 所以它目前的這個 資本氏足率 實在是太小 所以明年的預算開始 我們希望能夠增資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金管會跟央行 就會認為我們現在資產 到外面如果去投資的話 它那個風險承擔的 的那個能力太小 所以相當相當的這個危險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因為郵政的這個資產六億 全部都是老百姓的錢 所以它的這個操作 一定要是以長期獲利 穩定獲利的這種措施 是為最好的 對國家對郵局 也都是六兆 六兆的資產 它一定是要是穩定長期獲利 所以在這個原則之下 以現在目前 我們還是可以按照我們的預算 超過我們應該腳估的這個預算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非常不簡單 第三點 所詮詢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是不是可以來投資這個公共建設 這個目前其實我們按照進度來做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我會請我們 郵政 是總經理還是董事長 是來做個說明 剛剛 委員所講的這個細節的這個部分 盧委員好 總經理是吧 是 跟 是跟委員報告 那剛剛正式特別提到 就是我們現在的 整個資金是六兆上下 那其實六兆雖然是資產 那其實就是負債 因為都是普羅大眾的 它存到有期以來的信任有期 那有期的股本是 除非才250億 受險50億 所以它整個才300億 那300億它吸收了六兆的資產 結果我們的這個資本市值利 就RBCPIS都要考慮到 金管會它會用這個來衡量你的 承受風險的能力 所以我們目前85%啊 都是存 就是轉成中銀行 先回座 那85% 就轉成中銀行 第二就是買債券 就比較文 比較安全的這部分 所以 中華油證的儲金的一個 投資原則 第一就是安全 第二是流動性 第三才是報酬 這部分跟委員報告就說 我們除非股本增加 那因為我們每年的英語 叫擴掉那個稅以後啊 全部等於是要腳庫 那我們再三跟 中央啊 跟主席總處那邊啊 商量說 是不是能夠讓我 營餘的部分保留幾年 不要繳 那我就把我的資本擴充以後啊 我就能夠承受風險的能力比較大 那以我們這幾年啊 跟這三年來跟金控的比較啊 我們EPS 每年有差不多2.16元 比平均的金控的1.3 還高 那第二個就是 一組全力的報酬率我們有7.87 那金控的平均是7.67 我們也比整個金控的平均比例還高 所以在這裡特別跟盧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剛剛所提的營收率 就是因為 預算中心所提的營收率 所以是因為103年度我們整個受險到齊了 總經理啊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要叫次長嗎 你等於是你沒有錢決定這些政策的問題啊 這個政策的問題還是我們行政院在決定的 是 那你們部長 前部長的話 也有這方面的一個理念啊 那我現在說 你們好像都原地踏步啊 好像這個政策呢 可行性的政策 你們好像說 莫所成規啊 所以說這方面呢 我想 部長沒有來改天 我要請部長再補答覆啦 你們現在 讓你們知道 既然有這方面的政策 那 第四半驚飛啊 那哪一個 不是都是普通大眾的金錢 那你要怎麼應用 你們不要搞鬼的話 我想咧 都能夠咧 來來來 監護這個眾所大政啊 還有 請你回座 有關請董事長再來一下 請王董事長 董事長上台行個禮 董事長 是 好像外面對於我們 認為尤己是血汗尤己啊 覺得這個 這個名字不好聽啊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血汗尤己的名稱出來啊 你們要去了解一下 你們要去了解一下 因為 我們最 只要 就是 郵差有些是正職人員 將近上萬的正職人員 也有一些派遣人員 派遣人員差不多 有六百多位左右 一年一聘 但是 兩者代役與福利相差非常的多 所以說 剛考進去的正職 郵差年薪大約是五十萬 但是派遣的只有差不多三十八萬 而且勞健保什麼福利都沒有 本身認為 同單位應該同工同酬 是最基本的一個勞工權益 希望郵局 郵政 我們在這方面 應該拉近兩者的一個差距 來照顧勞工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們因為監工時間 穿口服務的人所不足 剛才董事長你也有提到 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希望大家都是 利用假日或晚上休息的時間 下班的時間 去郵局 來洽工的 比較多 希望增加假日或夜間的服務 祭典或是延長假日跟夜間的服務時間 傑偉曼請你答覆一下 簡單的答覆一下 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答覆這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事實上 也是我心中的問題 所以我已經有做好準備了 最好準備就表示 這兩個問題很重要 希望你在一段時間以後 來提出報告 改善的情況怎麼樣 可以是 這個便民的測試 對 以及家長為民服務的一個工作 是 我想你要 盡數來做一個改善 是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沒關係 不要緊張 你們做什麼 你就躺好 您說 你坐 你坐 你站旁我都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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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